各位安力姐妹,今天四兄金句是 請眾向上主歌唱新歌,因為他行了歧視 聖明第98篇,是一首邀請讚美天主的詩歌 首先邀請以色列子民,然後邀請普世萬民 最後是環宇的萬物,所有的存在 讚頌天主因為他做了歧視 做了什麼歧視呢? 首先為以色列子民來說 當然就是天主顯奇蹟,十大奇蹟 帶領他們出來埃及,穿越過紅海 經過曠野進入福地,建立了他們的民族 這是遠遠超過他們想像的歧視 但不僅如此,在新約裡面 天主降生成人,瑪利亞精女懷孕 這更是出奇的事 今天是十月八日,我們慶祝的 就是這一件的歧視 這個大節日就是聖母,無點似胎節 不過瑪利亞的無罪 其實不只是在他身上的歧視 根本天主這一份對人的愛 才是令人出奇 瑪利亞無罪 其實我們雖然每一個人 整個人類都因著元祖的離開天主 我們都跟天主隔絕 但是尚主天主對外愛 遠遠超過我們的罪 由瑪利亞的無原罪 由精女懷孕 由耶穌基督降生成人 開始並且具體地圓滿地 呈現這份對我們永不挽回的愛 我們是否應該讚美歌頌呢? 我們應該以新歌讚美他 經常都要唱新歌 要學新的歌詞、新的音韻 是不是這樣呢? 各位兄弟姐妹 原來生命就是一首讚歌 所以用新歌讚美 即是每天在我們面對的 待人接物之中 我們的挑戰困難裏面 如何忠信於天主 如何看到祂對我的慈愛 而我又如何回應祂呢? 這首就是我們生命的讚歌 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每一天都不一樣的 讓我們每一天懷著喜樂的 懷著興奮的 去讚美尚主 因為祂每天都以新的 慈悲、憐憫、愛情 來眷顧我們 請仲向尚主歌唱新歌 因為祂行了歧史 成名98篇一節 成名98篇一節